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 以下的话临到耶利米 论到所有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 就是那些住在密夺、达比尼、挪福和巴特罗地的人 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都亲眼看见我将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 看哪 那些城镇今天仍然荒凉 没有人居住 这是因为他们所行的恶事的缘故 他们向别神烧香 侍奉他们 惹我发怒 这些神是他们和你们 以及你们的列祖所不认识的 虽然我不断拆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说 你们千万不可行我所恨物 这可赠的事 他们却不听从 毫不留心 不肯离开他们的恶行 仍向别神烧香 因此 我必清出我的烈怒和怒气 在犹大的各城镇和耶路撒冷的街上烧起 以致他们都荒凉废弃 像今天一样 现在 耶和华万军的神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自己招来这样的大灾祸 使你们的男人女人 孩童和婴儿都从犹大中除灭 一个余生的人也不留下呢 为什么以你们手所做的 在你们来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 惹我发怒 以致你们被除灭 成为地上万国咒诅和羞辱的对象呢 你们列祖的恶行 犹大猎王的恶行 他们妻子的恶行 你们自己的恶行 和你们妻子的恶行 就是在犹大帝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 你们忘记了吗 直到今日 他们还没有痛悔 没有畏惧 也没有遵行 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立的律法和条例 因此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决意向你们降下灾祸 把全犹大都除灭 那些决意去埃及地 在那里寄居的犹大余生的人 我必把他们除去 他们必在埃及地灭绝 他们必倒在刀下 必因饥荒灭亡 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必因刀剑和饥荒而死 以致成了令人惊骇 被人咒骂 咒诅和羞辱的对象 我必用刀剑 饥荒和瘟疫 惩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人 好像惩罚耶路撒冷一样 那些去埃及地 在那里寄居的犹大余生的人 必不能逃脱 不能幸存 不能返回他们心里渴望 回去居住的犹大地 除了一些逃脱了的人以外 一个都不能返回 那些知道自己的妻子 曾向别神烧香的众人 和一大群站在那里的妇女 以及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的众民 回答耶利米说 你奉耶和华的名 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不听从 我们口中说过的一切话 我们一定去做 我们要向天后烧香 交奠祭 好像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列祖 以及我们的君王和领袖 在犹大的各城和耶路撒冷的街上所行的一样 那时我们吃得饱 得享福乐 不见灾祸 但是 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和交奠祭以后 我们就样样都缺乏 又因刀剑和饥荒灭亡 那些妇女又说 我们不错 是向天后烧香和交奠祭 难道我们的丈夫不知道 我们照着天后的形象 日秉供奉他 向他交奠祭吗 伊利米对全体人民 对那些用这话答复他的男人 女人和众民说 你们和你们的列祖 以及你们的君王 领袖和全国的人民 在犹大的各城和耶路撒冷的街上烧的香 耶和华怎能忘记 他心里怎能不想起呢 耶和华再不能容忍你们邪恶的行为 和你们所行可赠的事 故此 你们的土地荒凉 成了令人惊骇被人咒诅的对象 没有人居住 好像今天一样 因为你们像别神烧香 得罪了耶和华 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不遵行他的律法 条例和法度 所以这灾祸临到你们 好像今天一样 伊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 在埃及地所有的犹大人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和你们的妻子亲口说过 我们一定要实行我们的愿 向天后烧香 交奠祭 你们果然亲手做了 现在你们只管持定你们所许的愿 只管实行你们的誓言吧 但所有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说 看啊 我指着我伟大的名启示 在埃及全地 每一个犹大人的口中 再不会呼唤我的名说 我指着永活的主耶和华启示 看啊 我要留意向他们降祸不降福 在埃及地所有的犹大人 都必因刀剑和饥荒灭亡 直到灭绝 那些逃脱刀剑的 必从埃及地返回犹大地 他们人数很少 这样 所有去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犹大余圣的人 就知道谁的话实现 我的还是他们的 我要在这地方惩罚你们 这是给你们的征兆 好使你们知道 我说要降祸给你们的话 一定实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我必把埃及王法老和弗拉 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和那些寻锁他性命的人的手中 像我把犹大王西底嘉 交在他仇敌 那寻锁他性命的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一样 我又贴的手中一样 我贴手中一样 这个手中一样 我是一个低调 我看不成功只要 可以从用一种 部型的避难 你需要一个没加 你帮个笑 你用下来